六星山APEC领袖会议正式登场 我们的会议开始前 我们直击领袖代表张忠谋 驻美代表萧美琴 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浅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等代表团成员 出现在南韩总统影席院下榻的旅馆 同一时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这 张忠谋在四十分钟离开 但见了谁谈了什么代表团相当低调 Morris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今天见了谁吗 在APEC会场领袖合照 很有效率的践行 领袖和领袖代表之间的互动不特别热络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中间 三个人完全没交谈 张忠谋充分利用多边的国际会议场合 和台湾盟友伙伴交流 在非正式对话及工作午餐时 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泰国总理赛塔互动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在欢迎酒会上 张忠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短暂会晤 APEC领袖峰会期间 印太地区国家领袖齐聚旧金山 除了APEC的议程 也更方便双边的元首外交 美国时间今天下午 习近平和岸田文雄会有双边会 拜登岸田文雄跟尹席月 美日韩元首也会有场边的对话机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